大家好,南华冬季被冻伤了,我们应该如何解救呢? 其实解救步骤的主要分为两步 首先我们准备好20到30度左右的温水 将它装进喷壶里面 对着这个蓝珠叶面的进行整珠喷湿 喷湿叶面之后呢,我们再准备同样温度的温水 然后呢,给它进行灌根处理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救这个受冻的蓝根 第二步,我们就是要做好保温措施 那么将这个蓝珠解冻之后 我们呢,要给它套一个塑料袋 然后呢,给它进行保温保湿的工作 这个时候不要把它马上移到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因为蜘蛛的根系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恢复吸气功能 在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 叶片蒸腾作用加强 会导致叶片湿水严重,甚至是枯死 我们呢,给它蒸温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样的话呢,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生长 蓝花冬季受冻后,我们采用这两步解救 很快蓝珠呢,就能够慢慢恢复生长了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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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